确实是被发下一个人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压力 而且我们当时也有一点乱 但是后来然后中场的时候 谁也跟我们说完 然后布置了一些 然后下半场我们就按着我们自己的打法打 我觉得就是还是先 首先是先做好防守 然后再去抓他们的反击 然后制造认球定位球这些 很感谢所有的球迷来支持中国女足 而且在那么多人的场地 然后给我们加油 跟我们助威 然后我们肯定是不到最后一刻 不会放弃的 感谢观看